好, 聽下一位 冰冰風頭比人搶 靚泳勁歌震全場 各位觀眾, 講到芒果台 最近播放到如火如途的 綜藝節目, 我是歌手 我Gbimi覺得 其中最大爭議的一位選手 就莫過於張靚泳 不論如何, 有話題就有關注 有關注就有更多數字 昨天上午, 我們看到張靚泳 拍攝華爾一姐李冰冰 齊齊出席, 黃海鴻酒時尚音樂節 拍攝華爾一姐 拍攝華爾一姐 只見當日, 靚泳還沒出生 豪爽大家姐李冰冰 就以壓軸嘉賓的身分霸氣登場 國際影星, 李冰冰小姐 慷慨班長, 風騷足爪呢 乾杯 看到這位越南大老闆 不但全程跟冰冰雞丟不斷 還要欣賞冰冰站在旁邊 我們知道, 冰冰永遠都是 今主心目中的鎮長一枝花蕾呢 過年了, 我們也沒甚麼好表示 就演個電影給大家 過年, 樂可樂 一開年就有電影奉上 冰冰果然不負眾望 看到大家姐的口禮這麼加勢 靚泳也說要送一首靚歌 讓大家賀一賀他 我終於等到你 還好我沒有情 幸福那一個好不容易 特別要連連著真心 終於等到你 差點要做歸離 才最好跟人家遇到你 看見靚泳的舞台表現力越來越好 就知道他參加了我時歌手之後 是頂著壓力, 突飛猛進呢 去參加那個節目的時候 我真的是一邊想到 想要跟大家講述我這十年的進步 我希望可以從他們身上 學到更多唱歌所需要的 包括情緒上的東西 JJ開鬍寶